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系 因为当时我正在一段有业力的关系里面 然后我的 我经常会感觉到不合适 但是我的心又经常没有办法下决定 然后离开 然后我就跟大师 大师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写给他 然后我就写了 然后有一条就是说 如果我跟这个人是不好的业力关系的话 请帮我拿走 然后昨天晚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 做瑜伽的时候 我就很强的感受 就是觉得这个关系不可以 就是要停止 然后当下我就打了两个电话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很勇敢的停止了那一段关系 然后停止了以后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吧 然后今天 所以然后就突然就很困 其实应该是昨天做完瑜伽继续上课 但是我做了那个决定以后 突然身体很困很困 然后就困着了 然后困到今天早上五点钟 今天早上大师应该是三点多出来打险 然后带大家 为大家准备好去那个平行宇宙的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五点钟 然后就刚好赶上了一个尾巴 然后我在那个尾巴里面 可能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 然后我已经感觉到 我跟我现在的这个维度 不在同一个维度里面 或者说不在一个空间里面 就是感觉人好像有一点恍惚 有一点醉 然后去到了其他地方 但是周围又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对然后我就跟同秀分享 然后同秀说 他去到了其他的维度 然后我就知道 对就是可能也去到其他地方 但是因为我没有进去很久 然后大师就说 刚刚只是一个准备 然后晚一点再给大家 就是真正的点话 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 还有机会 然后早上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就坐瑜伽 然后很舒服 然后很在状态里面 结束的时候我就跟风起老师说 我说我可以去翻译的 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需要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刚好进入到中国的教室 然后刚好就听到需要翻译 哦好巧 然后我就说 这么快就要实现了吗 然后我就说 我可以去翻译这个样子 我看到我可以去翻译的这个空间被打开 我觉得是跟我结束了 一段业力关系很有 就是很有关系 就是那种关系结束以后 我的心突然打开了 就有更多爱进来了 包括我可以跟风起老说 我说我觉得你是我的家人啊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去翻译这样子的话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翻译了 然后就一直都不困 非常非常的精神 然后最后就一直翻译 哦到再翻译的时候 大师又让我体验了 我翻译了什么内容 哦翻译了新都教的内容 然后翻译了Tiaga的内容 我觉得那个Tiaga就是放下 就是对我说的 就是让我放下 嗯放下过去发生的 然后我创造的那些幻想性的结论 然后至今人就困扰着我 让我无力的那些想法 我要去放下它 包括我结束的那一段感情 然后对 然后我又翻到了这个新都教 然后就知道大师做了很多Tiaga 因为我看到大师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在翻 然后大师就双手合十 就是求 他说求一求 人类可不可以给我一百亩的地 然后让我可以很平和 就是大概是安全的在那里生活 然后去解码这些留存下来的 新都教的这些科学 然后我去找Paramashiva给我下载 然后我把这些科学翻译成 现代人可以懂的这个文字 然后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贡献贡献 让这个地球的人类越来越好 让这个地球越来越好 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大师的那种真诚 然后他真的是 自己什么都不要 就是很想为人类做贡献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机缘巧合 让我看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就 大师就带我们做那个垂直时空 带我们去垂直时空嘛 然后我在那个垂直时空的时候 的那个点画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突然进入到 很多次都进入到无脑的状态里面 就是一切都安静下来 然后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是好像超脱了 就是没有羁绊 也没有不羁绊 就是没有 就是无脑了 对 然后我发现一当我靠近床 或者是想趴下来的时候 或者是犯困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困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就是会昏过去 可能跟我的饮食有关系 就是昏过去的时候 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些事情 然后那些事情是 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 然后我也不 有时候也不太知道 那些事情里面的人是谁 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的大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机 就是一个幻想制造机 不管这个事情有还是没有 它都在我的脑袋里面制造混乱 然后平时没有意识的时候 就会被这些想法给带走 影响 但是在那个点画里面 我是很有意识的 所以我很快就会回到 回到这个无脑的这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瞬间 就是我看着大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我最爱的人就是他呀 对 我就觉得他长得好好看 然后好想让人亲近 因为我结束那段关系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人 让我觉得很亲近 但是我知道那不是一段好的关系 然后后来我看大师 我说不对啊 大师也让我觉得 大师才是真正让我觉得 很亲近 然后可以亲近的人 然后当时就 突然对大师有很多 不一样的爱 然后我就看到大师的表情 就是那种 就那种 就那种你干嘛 就那种很傲娇 那种你干嘛 那种感觉 就好像突然我对他 有不一样的感受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他肯定有感受到 就是有看到我的这个想法 所以他整个就 就这样震一下 震了两三次吧 然后后来 大师 对 然后后来又 又又继续点话嘛 嗯 然后快要结束的时候 大师说 嗯 哎呀 我就觉得大师真的很走 就是很 很 很懂我 你看我又有点感动了 就很懂我 就是他会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对于一些人来说 今天可能是第十天 是最后一天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 就是超意识的这个 变化 早就 就已经开始了 对 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来 我觉得这个回答了我 很大的一个担忧 就是我很害怕 这十天我上完了以后 我没有办法上后面的课的话 会不会 我就没有办法实现超意识的突破了 然后大师讲这个话 讲了两遍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 让他有机会传下去 嗯 就是很感恩 嗯 这就是我的分享了 谢谢大家 Nitian 等等 答案